运动会开幕活动 我是徐淑伟 阿伟淑 我是吴信恒 台湾族 原住民运动会举办的目的 是要发展原住民体育 提升原住民体能 促进原住民生命体制 有传承原住民文化 这次的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是台东县 从86年之后的第二次承办 14年之后又兴奉建国百年 再次回到原住民的故乡 更是别居民意 因此以鼓动原型 百年好运作为本次大会的主题 在本次的比赛中 共有十分的肩肩项目 特别是为了鼓励长辈多多运动 将锤球也列为竞赛项目 同时在联径 篮球 棒球 拔河 柔道等项目 设置少年组的竞赛指别 希望发掘有潜力的原住民运动人才 所以参与年龄层广泛 以及向下发掘原住民优秀运动人才 是本次运动的两大特色 本次大会吸引了近5000位选手 及对资源到为参加 靠下正几届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参与人数的记录 为了让参赛选手以及观光游客 在参与及观赏激烈的竞赛活动之余 更深入体验台东多元的人物与艺术风情 特别规划了一系列周边的活动 以及接触发誓 让所有参与的选手们 都能感受100年第一场 丽与美的运动饗宴 在今天的比赛时间 除了有工作团队热旋专业的服务之外 还有大会的吉祥物 珍如阿力与阿奈 为各位加油打气带来好运 在典礼开始之前 先为各位介绍 宣布重任 掌握节奏与气氛的大会乐队 大会乐队是由李腾峰老师指导 台东女中以及台东商校 共140位同学所组成的联合乐队 一年参加台湾音乐比赛 不过有优异的表现 相信在他们的伴奏之下 会使得粉丝运动会更能精湛可亲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精湛的表演 业余热烈的掌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腾峰老师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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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